是否繼續中間陶西來港義館的三宿 要來看的是這份社區的董萬館 利用古早味的四宿 加上社區媽媽用蟹籽和蚵仔 所造成的蟹仔 最先創意口味的夾心餅乾 這一次是先邀請在社區裡面的頂部來品嘗 也在到頂部的喜愛 因為傳統的四宿是讓頂部 順著他們洗漢時真的記憶 在未來也將會對我來發生 和大家的共同來分享 在今天這份社區媽媽 當你不願意用手工來製作夾心餅乾 你裡面所使用的餅是相當的特別 是從古早包裝的四宿 加上在地生產的蚵仔和蚵仔 你這是當晚關心演化的商品 從傳統和創新來結合 是馬上邀請社區的頂部來試吃 頂部的吃完是蚵仔連連 這個餅做到不頂多吃 還沒想吃 還沒想吃 我們就用我們農村所情的蚵仔 還有蚵仔 我們就拿來做這個要做蚵仔 我們這個就是都沒放肥料 還有沒有農藥 所以現在的人就是比較適合健康 現在吃起來就比較健康 我們研發的餅乾有四種口味 那第一種的話是有我們的金甘 就是金甘麻糖的口味 然後第二種就是有我們的古早味巧克力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蜜梨 就是果汁裡那個蜜餡的那種口味 那以及我們的羊羹口味 那它現在的話就是有搭配上 我們的番薯跟芋頭 然後因為都是我們在地的農特產 在地生產的蚵仔和蚵仔也都宮町 是沒到來在場 你去吃古早味的事實 其實要讓大人找到冬年時的蜜餅 甚至小孩來吃 也會感到很醜味 離這種宮町青豬東陸 和找出老農餐的古早味 也就是這份東萬館英文的目標 餅乾裡面的夾餡的話 都是我們的古早味的一些東西 然後是希望我們大人吃了之後 會可以有回味以前小時候的童年 那也讓我們的小朋友知道 我們以前的大人小時候 所吃的一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讓他們更了解一下 我們以前的農村生活的辛苦 那也可以讓小朋友知道 我們農村生活的一些方式 跟一些特產這樣子 這四行創他的夾心餅乾 也將在這份社區東萬館來營養 準備對我來換收 想要平常的UK可以前往購買 這份東萬館是全面到老農村的氛圍 裡面就參加一間古早的甘米店 要來找老東館和四小的 在這裡都有 西京新聞大概看得到的一樣 蔡永博德